各位,您好嗎? 最近,台灣的家族也很想見到台灣的家族 因為因為疫情,我一直都不可以回家 真的很寂寞 今天要去密室跑步 第一次在日本玩密室逃脫 應該說我人生中第一次玩密室逃脫 我在台灣或大陸,根本不會去玩這種東西 但因為朋友邀請,我想說好吧,來玩一下 重點是,這是全日文 我現在有點擔心 我現在在新宿的歌舞祭町區 這邊晚上非常的恐怖 不建議單身的人 一個人晚上來這邊 會一直被狂拉克 這一天要跟在日本的高中學長跟學弟 一起去香南海岸 開車帶他們去 開車帶他們去 人生真的蠻有趣的吧 在台灣的時候不相識 不相認 反而在國外 碰到了,然後變成了好朋友 這是一個蠻愉快的週末 感謝學長學弟 這一天來到的是澀谷的Sky Scramble 在這一個高樓大廈的頂樓 有一個視野極佳 可以360度看東京市景 但是風真的很大 頭髮完全被吹得像狗 然後某一天 也和朋友們去了一個鯨魚展 鯨魚是日本夏天的一個象征 看這個鯨魚展的時候 覺得不僅可以看到可愛的鯨魚 看著看著 連內心也覺得 涼爽了起來呢 你看 有各式各樣的鯨魚 平常見不到 真沒有想到 竟然 世界上有這麼多種鯨魚 看著鱼兒 覺得 世俗的煩惱 好像就這樣子 是煙消雲散的 或許 如果我能向鯨魚學習 我是應該有一個鯨魚腦吧 在國外生活 確實很多壓力 我們應該像鯨魚一樣 把那些 短暫的失憶 短暫的 困擾 把它忘掉 然後 在魚蘭盆街的時候 跟朋友一起約了去京都玩 禮拜六一早 我買了 七點的飛機吧 所以 一大早 就要去 羽田機場 這是我 有史以來 這麼早 出門去搭巴士 去機場 我很喜歡旅行 旅行對我來說 是精神糧食 不過啊 這次的旅行給了我一個教訓 那就是 還是 還是要有足夠的體力 才可以在旅途中玩得盡興 玩得開心 但 我發現我在旅行的第三天 體力就已經投資 這次飛的是 大阪的一單機場 以前都會飛關西機場 但這次選擇了一單 因為一單到京都也比較快 比較方便 其實 日本現在的疫情 都已經緩和了 我剛才 行李箱裡面有剪刀 被沒收 完全不知道有這種東西 好尷尬 我的行李箱 加上我的 化妝袋 好尷尬 好尷尬 還有三 搭的是 ANA 改新 真的是 史上這麼早到國內線 而且現在國內線人超多的 就我到的時候大概是5點50分 人滿出來 你知道嗎 所以現在就是疫情之下 我覺得日本人好像都差不多可以附了 想要吃這個 到7點才開始販賣 好尷尬 算了 好餓喔 這個賣到600 應該會不會太誇張 我到了 要準備 登機了 是不是 周六早上人特別多 十月之後 台灣也會開始開放國境 超級超級期待這一刻 因為我已經三年沒有回家 搭上飛機 有時候會覺得 台灣 日本 明明就兩個多小時的距離 但因為疫情 總感覺 彼此變得好遠好遠 東京飛 大阪很快 不到一個小時的時間 那邊 瞇一下 喝個咖啡 我人就到大阪了 我到大阪了 好快喔 睡了一下下 喝了一杯咖啡 就到了 快吃早餐 現在才餓 很推卷 LOSEN的 KARAGE 一杯咖啡 一杯咖啡 辣味 等一下八點要搭 八四匹金豬 同一單 技巧 結果是五十分鐘 滿快的 在日本的城市裡 要說最喜歡的 鐵定就是京都 京都跟台灣的台南 京都跟台灣的台南 有點相似 常會在路上 小巷不經意的 看到一些很可愛的古蹟 而這些歷史的紋路 總是 那麼的和諧 跟這個城市 一起的發展 也一起的被 保留下來 記得我 第一次來京都的 新車站 的時候 應該是我 國中 畢業的暑假 那個時候 來鳴谷屋 參觀 愛地球 愛知博覽會 十多年前的我 看到京都的車站 非常的震驚 覺得這空間 好棒 好特別 關係旅行的最後一天 就是 日本環球影城啦 去年 環球影城因為疫情的關係 幾乎所有項目都不用排隊 但隨著日本慢慢解禁 我們 玩這個馬力歐也排了90分鐘 但很幸運的是 哈利波特 卻只要排20分鐘 真的是超級開心 唯一美中不足的是 我朋友花了5000塊 買了魔杖 但 他卻一直無法正確使用魔法 不知道 看這部影片的 觀眾們 你們有沒有一些 小技巧可以教我們呢 最後一碗住的民宿 很特別 他除了 提供住宿之外 也提供外國人很多文化體驗 其實有時候會特別去住 民宿啊 或是去住青年旅館 有時候覺得 能跟當地的人 多一些交流 多一些互動 這些都會變成 旅行中最美好的回憶 三天的旅行結束後 不要懷疑 我就像 睡在性感線上的一頭住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囉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拜拜 發生的